究竟港股现在的势是否都是继续去 6月来说还可以大家加仓呢 去到这些水平我就开始会保守一点点 因为之前我也记得5月份做一些节目 我都说市场落到2万点左右 2万零多的位置 都还可以去到慢慢买货 就是当是一个中长线收集 你2万点买 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当然如果你说你本身那个持货能力 是可以有回9个月至1年时间 就算你这些2万1千多这些位买 我相信都不是特别高的 如果你看回现在恒指的预测PE 都是10倍左右 其实都还是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纯粹如果你说打算是短线操作的 始终恒指由5月底 就是5月头19,200那些低位 抽上来抽到上去现在2万1千5 那么上下都基本上升了成2千几点 这些价位上面我觉得初步是已经反映着 内地那边一来就是上海北京那边 就是疫情是缓和了 甚至于是解封 另外有很多政策 近期是密集的出台的 不单纯粹是之前减LPR 或者是放水 甚至很多财政政策 或者针对着很多消费领域那些 就是产业的刺激政策 都是同步出的 所以你问我就是说 现时在内地的一个层面上面 稳增长都是一个很大的决心 这个是无用置疑的 我都相信在短期里面 都一定还有一些政策是会出的 所以对于这个市况来说 你说再大跌下去 应该就未必会 当然我再前提 假设外围那边就不会再崩盘了 如果你说外围那边都是反复 就算是偏远也好 港股我都觉得是有机会是做得比较硬朗一点 但是为什么说去到这些水平 我会比较开始保守 因为你短线操作 你这些位置再往上去 我自己看到可能22,300至22,500 变成如果说这些价位 开始才买货 不是说没有水位 可能空间都是1000点位 是800点左右 未必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直博率 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比较乐观一点 假设就是说市短期的momentum 保持到 或者都还有多些政策出 推高1000点 但是如果你说分分钟这些市况 如果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差不多开始调回头的 或者见到近期可能北水方面 买货的量都开始少了的 不排除就说先做一些短线整股 或者一些小型的震挫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位置冲进去买呢 你要留意短期会不会有些波动 如果你说不介意这些短线波幅的 那你这些价位买 你当你hold 即9个月至1年 我都觉得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说纯粹短炒 不想承担一个短期有机会回那个压力 那就等它可能回回一点才再买 讲一下港股前景 因为有观众十字星他就想问 Jason信不信恒指年底会见3万点呢 怎样在下半年港股 现在你说在股那个行指前景 或者整个股市那个所谓一个 比较中善的前景是面对很多变数 都要做很多假设的 譬如假设疫情不要再恶化 或者不会有些新病毒又突然之间杀出来 那在这个假设之下 当然还有多个假设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世界和平 如果你说接下来有些什么大型的战争 又再出现的话 这些没人知道 就是如果你说一出现那些黑天鹅事件 任何现在的估算 那些预测呢 你都当没有听过了 那我假设这些比较 那么大的变数不出现的时候呢 那我自己都觉得港股呢 不是说看得太差 那我暂时都可能看回今年年底呢 恒指有机会上去 譬如23000至24000 那但是你问我会不会说 一个大牛市会出现 去到26000至27000呢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时机 直到你说真的见到美国的息口是见顶了 大家都估计通胀下跌 见到联储局不会再大幅加息呢 到时候那些市场才会有个 比较明显的升浪会展开 那但是暂时我觉得那些市场 就算我看得不淡呢 但是就不代表一支箭呢 立即会上去 那就算你说年底我目标看24000 那但是不代表现在升了这么多 市不会回的嘛 可能回一轮 震一轮之后呢 才再上都不出奇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未来这几个月的市 都会偏向是反复 那反复当中 我那个看法呢 就不是说真的那么淡